現在我們要介紹的是這次的專題研究成果 喝水風趣空氣屋頂 首先我們要介紹的是我們的1-10工製樓型屋 結合了我們所學過的工程概念與材料實習課 把我們了解現今建築基本的概念與設計 以此為基礎 我們設計出兩間樓的Tone跟房屋 完全以木心板與木條架構為成熱 再來是介紹我們的屋頂 我們採用了細裝蓋板來帶進現在建築屋頂常用的紋泥土材質 為了使屋頂有效的散熱 我們在屋頂內設置了空氣導板 所謂的空氣導板就是藉由空氣壓縮來帶有屋頂所所存的熱能 滑到有效散熱的木頂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屋頂的草莓 大致分為一般屋頂與感染部的空氣屋頂 再細分的話就有單斜、酸斜、平板屋頂 我們的溫度線 主要是以150瓦 我們的溫度線 排斥在兩個1.1G屋頂在同根數 導致要探索噴通後 再以熱型移序設計它的數據 一開始我們的屋頂並沒有開設空氣筒 導致吸引效果並不是空氣筒 後來我們發現了這個問題以後 我們便開動一開啟空氣筒 再重新設立式實驗 發現它的溫度 的確是可以達到3到4度直播 比起之前沒有開設空氣筒 1到2度差了很多 在風塑系列的部分 我們則是使用了風塑劑 在屋頂造設30分後 以及後方的觀測一次的比例 並且我們可以發現 風塑越高的屋頂 極限溫效率不想會超高的 這和我們之前所提到 人家說空氣筒在同房屋內裡 所有的任何的會想是正確的 不管是溫度試驗還是風塑試驗 我們所使用的風塑劑 和溫度試驗接位同一排 如此一來 變成避免掉 因為溫度一氣的效果 就跑步了產生露差 同時我們也讓試驗接觸 排在相近的出現點 避免因為外在氣候的影響 到這個試驗的出現 在兩個的試驗過程中 我們也預告了很多的平均 不但在屋頂和二樓的對流問題 還有因為剛出示過差的缺陷 我們的屋頂結構非常的不穩固 最後我們也只得它的開除 重新進行一次結構的補償 不過因為有了這次的經驗 不過將來而是因為 帶出大型的模型師 我們也可以做得更加的完美 為了這次的經驗 為了這次的經驗